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Mr.K 上集看完房间后现在去OZONE 首先要落到115楼的大堂 然后有个独立升降到118楼的OZONE 这间餐厅装修得挺漂亮的 很有格调 但我们选择坐外面因为有海景体 室外的座位分开街客和住客 两个不同位置 街客就像现在看到的酒吧桌 而住客就是坐在梳化位置 这两张是酒店送的3-drink cue 棒 酒精饮品也可以 这本我以为是food menu 打开之后才知道是咖啡的 menu 非常有型 等了一会儿 饮品就到 我们点了白酒和ROSE 食物到了 这是小食拼盘 看看好不好吃 一会儿再推荐给大家 首先是黑松露薯条 吃下去其实没什么黑松露味 没什么特别值得推介 非常一般 接着是Porkorn Chicken 皮炸得比较薄 鸡件比较松软 不至于很汁 但吃下去也很好吃 做小食不错 最后是mini牛肉汉堡 外皮是煎过来的 所以比较香脆 汉堡的部分是非常汁 在镜头看到已经知道 加上番茄蓉 令到汉堡不太膩 配搭得非常好 好吃 我预备买单时才看到 原来坐着的沙发和装饭 都非常汁 看看有多少汁 不是一两桶 是非常多汁 其实一间酒店 你没理由这样 看到这个情况 你作为一间酒店 有什么理由这么汁 其实我拍出来 污漬是一小部分 整张沙发都是 我觉得这方面 真的要调整一下 你没理由卫生方面那么差 我本来打算给95分 因为食物、环境和服务方面都不错 但卫生减了分 最后是80分 吃完东西就回房间休息一下 不过意 看到原来有耶稣光 但不知道镜头拍得清楚 因为镜头有点反光 再拍一次 应该拍得清楚 到了晚上吃饭时间 我们帮请了这间小店 马外卖回酒店吃 首先介绍的是四起平盘 包括有红葱头半、海折头、 纺线三味齋、 绍庆酒槽醉鸡 和上世纪陳年老醋小排骨 醉鸡是做得不错的 它的酒味不会太过浓 也不会太过稀薄、太过淡 其余的三种普普通通 接下来有小笼包 这个笼包真的值得赞 皮薄、鲜美 真的做到皮薄鲜美 还有juicy 很好吃 接下来就是淡淡面 汤值得赞 不会做到太浓、太稠 就算拿匙筋来喝 也觉得很容易入口 最后是片皮鴨 皮是煮得好吃、很脆 但吃完之后非常油膩 所以我会觉得很一般 吃饱了后 带大家走一间酒店 Wishkarting的酒店入口 是位于九楼 转到103楼大堂 就是Fundance 训练地方 再一直走 看见几架电梯 分别上去不同的纽层 刚刚吃完饭 特意关掉房间的所有灯 看一下夜景影给大家看 看海景这一边 看到黑面蚊 海景夜晚当然是这样 看到下面有一点点光 那些是船 看九龙这边 九龙这边比较漂亮很多 夜晚开着灯 马路也有灯 的确是比较漂亮的 我试一下蹲下一点点 这样都可以 这样都清 应该都清 拍回九龙半岛 再打横拍回海景这一边 OK 应该镜头看得清楚 好了 拍完夜景给大家看之后 我先看波 今晚有英超 晚点洗澡再拍一拍浴缸 好 晚点再说 刚刚拍完夜景 打算关机让我看到些东西 我先站高一点 看到吗 铲灯很多层 像蜘蛛网一条条 一条条 铲灯 这边 我认得好像不太清 但应该看到一条条 其实不止一铲灯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些卫生问题 真的要弄它 作为一间酒店 你没理由这样 好了 吃饱了之后 浸浴时间了 我在Lush M 买了个泡泡肉 再配合这个电视机 真的非常舒服 今晚 之后我都睡了 明天会介绍早餐 明天再见 拜拜 这么快到了第二天 当然要拍一拍景 今天依然天朗气清 现在预备要下去吃早餐 一会再说 这次? 明天值得来 估计 火灯 明天值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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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久 你不得了 明天值得来 明天值得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硬到大力咬下去, 随时崩牙 炒面是冷的, 烧米是黏的 我不明白烧米是黏的 薯饼又硬又冷, 烟肉又硬又冷 直接咬不入的, 我也不明白是什么 因为早餐款式比较少, 我特别喜欢吃薯饼 多吃一次薯饼, 给多一次机会 都是又硬又冷的, 上面那些是烟肉 是烟肉的, 太硬了, 吃不到 这个牛肉球也要讲一讲 它本身是硬, 有点硬, 不太硬 有点硬, 还有干的, 我没吃过牛肉球 就是这样 食物问题我都不多说了, 不止不少 我讲一讲服务, 眼前都是六个碟 因为加上右下角的半个碟是六个碟 没有人收拾的 我出去外面找刷备去收拾 黑厚黑面, 问题是计算我 在内只有四五台客 你都可以没有服务, 那你想怎样呢? 原因和留言不想说, 自己看影片 离开了一个恐怖地方之后, 去回正常地方 我们去118楼的游泳游泳 离地490米, 是全球最高的游泳 室外扎河只有一个, 所以很多人在浸泳 我排队排了半个小时, 才看到没有人可以拍到这条片 所以大家要来的话, 雨会松一点时间 除了室外扎河池之外, 室内还有两个 当然, 室内当然没有室外的感觉 室外也有优势用的椅子可以坐 如果室内不够位置, 可以选择这里 优点是景嶺, 缺点是冷 室内永迟是恒温的, 看见电子版 画面常常会变动, 会变成不同的画面 事实上, 对着这么漂亮的景嶺游泳 真的挺舒服的 这个火炉虽然是假的, 但设计也挺漂亮的 Feedlet Center 在泳池旁边, 连着在旁边 眨眼看下去, 设施也挺足够, 挺齐全 游完水回房间洗澡, 多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预备酒 也要讲讲消费吧 房间是$2969, 包了家一和早餐 值得不值得住, 好不好住, 见仁见智吧 我自己就觉得, 谢谢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和赞 这条影片还没完, 别走 到了酒店总评分时间, 先头房间我给了88分 OZONE给了80分, 早餐给了20分 所以总评分是62.66分 刚才我们去完泳池游完睡之后 回了房间休息多一会儿 现在我们checkout了, 离开了Viskelton 我刚才说过, 我们这个stication 是三天两夜的, 现在我们去下一集 那我们会去哪里呢? 一会儿再跟大家讲 很快来到金钟了, 我们下一集住哪间酒店呢? 留待下一条影片再和大家介绍, 拜拜